随着俄罗斯从赫尔松使撤军,俄乌冲突下一阶段会在哪个方向爆发,引发外界关注。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李洛夫日前预测,乌军可能在圣诞节前重夺克里米亚,因在2023年年初结束战斗。 俄媒注意到,持类似观点的乌克兰官员不在少数。 最近,不少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军认为,在冬天到来之际,乌克兰的攻势将开始放缓。 然而,上述表态似乎意味着乌克兰并不会放慢反攻的脚步。 对于乌官员的自信,专家警告称,重夺克里米亚将比夺回哈尔科夫或赫尔松市困难得多。 据报道,加夫·李洛夫日前预测,乌克兰有可能在12月底反攻克里米亚,并称,乌军将在冬季取得更多成果。 他认为,俄罗斯对乌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很低,不过就算俄军动用战术核武器,乌军也不会停止作战。 当被问及与俄罗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时,加夫·李洛夫表示,只有当俄军准备好离开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时,才有可能进行谈判。 这包含俄军撤出2014年起,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及乌东亲俄分子占领的土地。 除加夫·李洛夫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也称,乌克兰计划为收复克里米亚展开军事行动。 他说,这场战争还在继续,我确信夺回克里米亚的战役将会发生。 不过,伊尔马克没有说明乌克兰计划进攻克里米亚的确切时间。 俄罗斯联塔网20日在报道中提到,基辅当局一名高级官员11月出城,乌政府正在制定占领克里米亚的计划。 乌总统府常驻克里米亚代表塔米拉·塔舍瓦被任命负责这一问题。 不过,基辅拒绝透露制定计划的确切时间。 对乌克兰想要重夺克里米亚的表态,塔斯社21日称,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既没有资源和军事力量,也没有克里米亚民众的支持。 而且,西方国家也不会在这样的冒险中帮助乌克兰,因此基辅当局的行动也就只顾于口头表态。 他认为,乌克兰方面关于意图收回克里米亚的说法,听起来既鲁莽又厚颜无耻。 基辅当局的言论只不过是向本国公民献媚,试图说服他们即将取得胜利,试图提高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以及蒙蔽西方赞助人加强援助。 美国第一防务网援引专家的话分析认为,乌克兰要想重新夺取克里米亚绝非意识。 一方面,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在加强部署于克里米亚的军力。 另一方面,无论是从空中还是从地面进攻克里米亚,武军都缺乏必要的军事实力。 今日俄网站20日也认为,克里米亚通过一条几约8公里宽的土地与大陆相连,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任何地面战役都将被俄罗斯军队挫败。 尽管有西方支援,但乌军仍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技术手段。 鉴于此,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此类操作充满了灾难性失败的风险。 报道援引俄罗斯联邦军事科学院院士科什经的观点认为, 迄今为止,基辅对克里米亚进行军事行动的计划看起来不切实际。 他认为,进攻克里米亚是复杂的军事行动,该行动需要大量资源,如人力、高科技武器系统以及陆海空协同作战,乌克兰武装部队至今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圆报21日称,独联体国家研究所军事专家叶夫·谢叶夫当日表示,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乌军进攻克里米亚的真正动力,即使乌军决定在这一地区发动进攻,暂时也无法运送重型武器。 如果乌克兰军队决定强度地孽薄荷,他们将遭到俄军强大的火力打击,因此,所有关于进攻克里米亚的言论都是信息压力。 虽然是否进攻克里米亚尚存在于乌官员的计划中,但俄乌在乌东部的战斗仍未停歇, 乌总统泽连斯基20日在视频讲话中表示,过去一天,在乌东部发生了约400起炮击事件, 基辅的军事分析人士日丹诺夫21日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断涅茨克地区的巴赫莫特和阿夫迪伊夫卡前线正在发生进攻性战斗, 乌克兰部队正在向扎波罗热,地面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等地转移。 日丹诺夫说,俄罗斯军队正在扎波罗热方向, 以及断涅茨克和卢干斯克重新集结。 纽约时报21日提到,随着天气恶化,双方都开始调整战术, 有分显示认为,在俄军迫于压力撤出后, 收复赫尔松可能使乌克兰能够将军队和火炮东移到卢干斯克和断涅茨克, 但英国国防情报局的消息显示,俄可能会尝试重新部署从赫尔松撤出的部分部队, 以加强顿涅茨克巴赫木特附近的行动。 该据还称,俄军一直在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省之间的西维尔斯基顿涅茨克附近, 挖掘新的战壕系统,表明他们正在做准备, 以防乌方取得进一步突破。 与此同时,俄乌双方的互相劫难也在继续。 俄国防部18日称,有视频显示, 乌士兵蓄意射杀于10名俄战俘, 泽连斯基及其支持者必须为此接受历史的审判。 对此,乌副总理斯特凡尼西娜表示, 乌将对所谓的射杀战俘视频进行调查。 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日表示, 俄将自己搜寻枪杀被俘俄军的乌军人员。 华盛顿邮报21日评论称, 随着寒冬的临近, 持续近9个月的冲突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双方都准备将战斗持续到明年, 俄乌都在为弹药供应紧张和疲惫不堪的军队而苦苦挣扎。 事实上,双方都没有接近自己所设想的胜利, 同时,俄观点报21日称, 美国和欧洲国家正因运往乌克兰的武器库存耗尽而面临挑战。 此外,德国20日透露, 在波兰导弹事件后, 已向波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21日表示, 波兰提议将该系统部署在波乌边境, 刚被任命为乌外交部副部长的梅利尼克, 20日还喊话德总理顺尔茨, 敦促他向俄总统普京下最后通牒。